这是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境内的木兰围场 这个围场的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 康熙第二次东巡时 在这里设立木兰围场 并修建行宫 此后 清朝皇帝每年都在这里举行木兰秋贤 皇室子孙 蒙古王公贵族 各不愿大臣 和满 蒙 汉的八旗士兵 数万人在围场中围猎 实际上也是进行实战演习 康熙37年7月29日 康熙皇帝举行了第三次东巡 这次东巡主要是告绩祖宗 打败了准嘎尔韩国的格尔丹 东巡从北京出发 经过木兰围场 出古北口 经过蒙古诸部 一路抵达吉林北部 再向西南折返 最后抵达兴京和圣京 上次咱们说到 康熙29年 康熙第一次御驾亲征 在乌兰木通 打败了嘎尔丹 嘎尔丹向康熙上书请降 但是过了不久 嘎尔丹又在 漠北的科布多集合旧部 并向沙俄祈求兵援 企图重整旗鼓 东山再起 康熙在打败嘎尔丹后 将逃到漠南的 喀尔丹蒙古边为37旗 与内蒙古的49旗同列 同时在内地与漠北之间 设立蒙古驿站 在满蒙八旗兵中 组建火器营 以防嘎尔丹再次进犯 康熙33年 康熙皇帝赵嘎尔丹 参加嘎尔丹 汇盟 嘎尔丹不但不来 反而要清朝把 嘎尔丹的吐械图汉 和哲卜尊丹巴大喇嘛 交给他处置 还派人到内蒙古 科尔沁等部 策动他们背叛清朝 康熙34年9月 嘎尔丹率骑兵3万 攻入喀尔丹蒙古车臣寒部 随后沿克鲁伦河东下 扬言过冬后 将借沙俄鸟枪兵6万 向内地进返 在这种形势下 康熙决定再次亲征嘎尔丹 康熙35年2月 康熙皇帝决定发兵十万 分东、中、西三路 进击嘎尔丹 东路由黑龙江将军 萨布肃统兵9000人 翻越兴安岭 出克鲁伦河 侧击嘎尔丹 西路军由浮远大将军 费扬古统兵4.6万人 由宁夏越过沙漠 阎翁金河北上 切断嘎尔丹的退路 康熙自率领3.4万人 组成中路军 出都市口 经克鲁伦河北上 与东西两路军加基嘎尔丹 康熙率领的中路军 最先到达约定地点图拉 5月初8日 康熙率领中路军 抵达克鲁伦河 接近嘎尔丹大营 嘎尔丹认为 有大漠这道天然屏障 清军不会来到漠北 与他决战 没想到清军真的 长途跋涉穿越大漠 更没想到的是 康熙皇帝会亲自 率领大军前来 嘎尔丹登山遥望 见康熙的大营排列 严整有序 知道与康熙决战 不会取胜 于是带领军队向西退去 康熙命令内大臣 马斯卡领兵追击 嘎尔丹逃到特勒尔寄口时 与抚远大将军 费扬古的西路军相遇 费扬古命令前锋统领朔代 带领几百人进攻嘎尔丹军营 嘎尔丹代人从军营中杀出 朔代边战边退 将嘎尔丹引诱到昭莫多 昭莫多北面是肯特岭 东面是丘陵 西陵河水 费扬古在这里设下伏兵 嘎尔丹的骑兵一到这里 就遭到清军的火器和弓箭的猛烈射击 战斗从中午持续到黄昏 双方难分胜负 这时 费扬古派人袭击了嘎尔丹的军营 毁掉了他的资重 嘎尔丹的军队立即阵脚大乱 嘎尔丹的妻子阿努中枪而死 军队大部分被歼灭 嘎尔丹只带几个人逃脱 昭莫多之战后 嘎尔丹的不重四散逃亡 这时 他的大本营伊犁和刘豫 已被他的侄子侧往阿拉布坦控制 侧往阿拉布坦与福尔加和刘豫的 土耳护特韩国的阿裕齐韩截成了反 嘎尔丹联盟 沙皇俄国这时也拒绝接纳嘎尔丹 为了彻底剿灭嘎尔丹 康熙三十六年 康熙皇帝又发动了第三次亲征 这年三月 康熙抵达宁夏 不久 嘎尔丹在科布多地区 不沿途河边的阿查阿木塔台病死 第二年 骨灰被侧往阿拉布坦送入清朝